好 除了空中交通在雙鐵的部分也要來關心 台鐵就宣布說今天中午十二點過之後 列車是全面來停駛 至於在高鐵部分是減少班次 改成由南港站以及左營站 每小時三班次的雙向自由坐列車 月台上不斷廣播台鐵停駛的消息 就是因為凱米颱風來攪局 讓不少民眾有家都跪不得 就連來台灣旅遊的旅客也搞了半天 才發現原定的行程通通泡湯 真的是錯愕又無奈 我有預期是不是這麼多班都停駛 那現在你要怎麼回家 看高鐵有沒有辦事啊 原本是要在台北一整天的行程 所以現在很多停駛 所以就看有開的就趕快上車 所以我們趕在十二點以前 趕快回去這樣子 今年首個颱風凱米來襲 台灣本島全都放颱風炸 更怕午後風雨更強勁 台鐵也在上午宣布 二十四號十二點過後 西部幹線 東部幹線 南迴線 以及支線的對號列車 以及區前快車 將全面停駛 在台東這邊雖然還沒有感受到明顯的風雨 不過交通已經受到明顯的影響 你要回台北了 回車沒塞呢 沒塞那 沒上風台都點點 沒上風台都沒有了 台鐵放颱風架 而原本高鐵全線正常營運 但中午過後凱米逼近 就怕強風雨走高鐵宣布 二十四號十二點過後班次調整 將改由南港站以及左營站發車 雙上每個小時各三班次 是每站都會停靠的自由坐列車 我們來說其實很方便 因為我們可能需要坐高鐵 滿幸運的 因為雲林滿偏向的 我怕它班次借駁車怎麼會停車 索性還有高鐵仍舊努力運行 讓一箱遊子可以找到回家的路 不過凱米颱風來勢洶洶 就擔心風雨再度增強 提醒民眾出門在外 還是得多加留意交通資訊 記者恆人凱晨英榮報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李宗盛